三 停下来 听我说 这个事情还要从我昨天晚上刷小蕾的书的时候 刷到了一个美妆博主 各种风格啊 都是非常的像一个 因为网络暴力而碎死来的一个女明星的事情说起 那个评论区又是不堪入目 各种人生攻击 他们还不觉得自己是人生攻击 只要我只是说个事实啊 脑子有病你也是事实啊 甚至有一条评论我惊呆了 她说 你怎么不代替 去死 人家给你什么仇什么意愿 你要揍人家去死 冲个浪刷个小蕾的书而已 你至于看到一个人你让他去死吗 而且很讽刺的是 可能人家真的就没有模仿了 就算人家模仿了 她模仿的这一个女明星 就是因为网络暴力而碎死来的 结果你还搁这网络暴力呢 你要说你是那个女明星的坊 我真的不信 你只是单纯的在网上看不惯 一个长得比你好看的女人而已 所以我今天还想在这里就这种事情 跟容易受到别人的一些影响的宝宝说一句 外界的声音都只是建议 如果你不喜欢就可以不要听 你就当她放了个屁 更别说这些外界就是Shit 所以我们直接走开就好了 让她自己在那里慢慢的回归尘土 发挥她人生最后的那点价值 给这个世界做一点虚微的贡献 所以我们的容貌焦虑是怎么来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好像长得不好看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标准 但这个标准它真的就是 唯一拿来评判我们相貌的一个标准吗 才不是 如果说按照那个所谓的标准来说 别说我 你们任何人认为的那种特别美的女人 都很难够到完美的标准 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知道吗 我自己身上的个人魅力 是任何人都没有的 我也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 也许你没有拥有大壮审美中的 金小斑啊 挖子脸 大眼睛 高皮凉啊 我们每个女孩都是有自己独一无二 魅力这是一定已经肯定的 当你觉得自己是美的 那你就是美的 今天燕王爷过来了 老街要索 你抖死妹咧 根本就不用在乎别人说了 不符合那个审美标准了 审美根本就没有标准 而且那些告诉你不符合标准的人们 它们也并不重要 在你的世界它们就是不存在的 我跟你们说 每个女孩都好比是一朵花 而且是不同品种的花 你觉得玫瑰花的花瓣 能扎得像向日葵那么开吗 不能啊 那你就可以由此说 玫瑰花它就是不美的吗 不能啊 你与其去羡慕向日葵 想要拥有它的阳光啊 光彩夺目啊 颜色比较跳跃啊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正视 你作为一朵玫瑰花的高艳 娇贵呢 我之前也就说了 我们真的应该 寻寻男人们的自信 她们每天可能照镜子的时候都会 摘扎了 我们比她们差吗 不 所有女生听好 跟我一样 每天起来都必须给我对着镜子讲 今天我是北京 没咋的一天 我跟你讲 今天都算燕王爷来了 你也死花 生花 贵花 秋花 走花 英火 洗的洗花 他们管吗 他们管你都给老子跑 今天哪个都不能放这 老子成为英火 洗的洗花 我上次发了一个容貌焦虑的一个主题 然后有人来碰我 竟然有人说我反而塞 我妈都已经自信到萤火系的洗花了 说我反而塞 还有人说 你卸个妆再来说什么 冒自信的这个话吧 老子卸妆了怎么了 来打一打 剪帽是种类 写不了 有问题吗 还有人说 那你觉得自己长得这么美 为什么还要化妆呢 老子化妆是为了让过程更美 化妆都证明我觉得过程薯燕还臭吗 不好意思了 老子薯燕也吊打你 想你这种内心隐喊 你的脸仔妹也都是个钉子 那为啥是钉子不满 因为你全脆 真的这种都不算是 内心扭曲的杠精的XX 杠棒开花 所以我奉劝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女孩子 自信起来呀 你就是最美的XX 你所拥有的属于你自身 独一无二的魅力 是这个世界上另外70亿人都没有的 同时老子也奉劝一下 那些嘴贱的 老子有XX 心里长XX 多看看书吧 把你脑子你的XX都换成知识 多吃点蛆虫药 把你内心的XX都去掉 多刷点牙 让你的嘴臭都消失掉 不要再看到一个女孩子 就逼逼赖赖去评判人家 这里那里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凭什么去评判人家 你自己又长得如何 你为什么要去评判人家 人家道理惹你了 我跟你说你再不改 给我小心点 不发点威 总有人不信息